2030年首飞 2035年正式服役 日本下一代多用途战机 能否成为日本加入五代机俱乐部的门票 大家好 我是火力军 今天来讲一下日本下一代战机FX计划 说起日本研发新战机 也不是最近一两年的事情了 早在2013年 日本防卫省技术研究部 便在年度防卫技术座谈会中 公布了日本下一代多用途战机 两款基本构型方案 两种构型方案分别以平成23年度和平成24年度命名 被称作23DMU和24DMU 其中DMU是Dictal Mooker Up的缩写 一为数字化基本构型 从公开的照片来看 23DMU与在此之前日本曾公布的X2新神有些类似 不过机体有了明显的放大 新神标志性的发动机尾喷口折流板也被取消 而24DMU的外观更像是T50与YF-23的合体 其中24DMU的进气道结构和气动布局 与T50颇为神似 而微型尾翼则明显参照了YF-23的相同设计 根据日本防卫省称 下一代战机将会被命名为F-3 目的就是为了取代日本空中自卫队 目前装备的F-2战斗机 据日本空自模拟的结果显示 R-3DMU在同日本现役的F-2 F-15G等战机模拟空战时 表现出了压倒性的实力 另外还有消息称 日本还存在名为R-5DMU的构型方案 不过并没有被公开 而在2020年度 日本防卫省便宣布 已经选定三菱重工作为下一代战机 开发主体企业 防卫省的公开征集权 仅有三菱重工一家应征 不过在今年3月份 日本媒体报道 除了三菱重工之外 未来还将有8家日本本土厂商 参与该战机的共同设计 其中IHI公司负责战机发动机 速八路和川崎重工负责机体 三菱电机负责任务管理系统 东芝 富士通和日本电器 则负责雷达等航电设备 另外F-22 F-35战机制造商洛马公司 也将为日本提供技术支援 自从上世纪日本研发F-2之后 并再也没有研制一款异星战斗机 通过F-2的研发过程来看 日本对于战斗机研发生产成本的控制 堪称失败 要知道F-2服役时的价格远远超过计划 单价甚至已经接近五代机 F-22 近年来 随着F-2战机的逐渐老化 日本选择从美国引进F-35战斗机 在美军的作战体系下 F-35战机主要承担的是对地攻击任务 并与F-22战机搭档形成高低轻重的作战搭配 后者负责制空作战任务 这也使得日本防卫省认为 空中自卫队需要一款类似于F-22的战机 能够有效执行制空任务 并能与引进的F-35战机相互搭配 再加上日本计划在2035年左右开始退役F-2战机 所以便在引进F-35生产线的同时 就选择大力开发国产战斗机 FX设计方案大多与30X-2新神验证机相关 X-2验证机的测试 使日本能够获得与下一代战机相关的新信息 并研发改进新技术 X-2于2016年4月22日首飞 2018年3月结束测试 测试结束后 日本宣布决定让国际合作伙伴加入该项目 纳入考虑的候选名单有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英国BAE系统公司和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X-2的研制和首飞 使日本成为世界上第四个开发和试飞自己的隐形喷气式飞机的国家 而这就是日本从0到1的突破 也使得日本下一代战机的研发很快便被推上日程 据公开资料显示 日本下一代战机项目合同金额高达400亿美元 防卫省要求投入5.558亿美元 用于主项目研发 投入1.136亿美元用于战斗机子系统研发 日本防卫省此前表示 首架原型机计划于2024年开始生产 等到2035年 该型战机将取代现役约90架F-2战斗机 在机身结构上 日本下一代战机可能参考美国F-22与F-35战机外形 毕竟目前日本拥有一批引进的F-35 再加上落马公司的参与 美国有可能会借助这个机会 实验一下新技术 同时采用F-22与F-35的外形设计 可以大幅减少雷达发射面积 不过此前也有消息称 英国也会参与该型战斗机的 启动布局等设计 这点我们后面再说 其次 日本下一代战机还将采用大量的碳纤维复合材料 以及反射面积更小的机翼设计 让它在各方面都能呈现出一种全新的面貌 接着从飞控方面来分析 日本将为其配备光纤飞控系统 能够实现电子与计算机连接 对飞机进行控制 在飞机正处于作战状态下时 可以根据已经获取的外部信息 通过软件融合的援助下提升战斗效率 为了提高对隐形飞机的探测能力 FX战机采用了集成传感器 传感器包括有源相控阵雷达 无源射频传感器和红外摄像机 该项目的其他团队成员 包括东芝和富士通 将带头开发FX弹化架有源相控阵雷达系统 该雷达系统能够兼做微波防御系统 用于战斗机在飞行途中抵御来袭导弹 AESA雷达基于F-2战机上使用的JAPG-2雷达 类似于F-35上使用的ANAPG-81雷达 至于发动机方面 此前英国便与日本宣布 将会联合开发战斗机原型发动机 由三菱重工和英国罗尔斯·罗伊斯公司进行 后者的发动机技术曾经领先过美国 而发动机是战斗机心脏 这也是日本愿与英国合作的一个原因 再加上目前双方都在实施下一代战机计划 根据报道 两国合作将于今年开始 英国将投入2亿英镑资金 用于开发一个全面的掩饰动力系统 由英国布里斯托尔的罗尔斯·罗伊斯工厂负责制造 同时日本三菱重工和石川导波膜重工 以及英国BAE系统公司都将参与其中 目前双方并没有公布预期性能 演示引擎验证的方式也没有公布 同时双方还将联合研究 与英国空中作战战略相关的其他技术 其核心就是英国的暴风雨战斗机 目前英国正在根据空中作战战略 开发暴风雨项目 该项目未来四年内将获得20亿英镑的资金 将在本世纪30年代部署一整套 未来空中作战系统 包括台风战机的继任者 同时日本也预计在同样的时间 完成F22战斗机继任者的研发生产工作 另外英国也将对日本联合新型空空导弹提供支持 新型空空导弹预计将会结合 流星超视距空空导弹的专业知识 与日本先进射频导引头 双方联合不仅将共享发动机 还将共享启动布局方面的设计 日本计划由三菱重工领导FX项目 全面负责战机的研发工作 同时海外合作伙伴也将参与该项目 日本政府内部人士透露 下一代战斗机计划预计2022年3月敲定开发计划框架 2026年完成原型机制造 2030年前后启动是非 2035年前后列装 除配套发动机外 英国方面还将参与发动机进气口和尾喷口附近区域的机体研发工作 这些区域与发动机密切相关 将直接影响战斗机的机动性 隐身性 甚至整体气动布局 不过相对来说 大推力涡扇发动机的研制本身就是一个进程漫长 难点复杂的项目 这些都对日本的下一代战机计划提出了考验 你们觉得 日本此次自研下一代战机是五代机还是六代机呢 会不会出现F2那种无法控制成本的情况呢 欢迎评论区讨论一下 好了本期内容就到这里了 我是火力君 咱们下期再见